第九艘航空母舰 在海上夹载喷气机燃料 加油时航空母舰将管线 抛向跟随其后立搜燃料船 这些管线可以移动巨大的油管 将燃料输送到航空母舰上 里根号的油槽若是装满 可容纳的燃料十分可观 航母上有四个弹射器 一般航母一分钟内 一个弹射器可以起飞一下飞机 紧急情况可以一分钟弹射四下 最快时可以达到20秒内 紧急情况下起飞 里根号航空母舰 舰长333米 舰上带有两座核反应堆 可供里根号航行20年 完全不需要抗岸加油 这艘航空母舰就像是一座城市 满载时 这艘航母的排水量达到97000吨 也就是说浮在水面上 它会排出1亿9400万磅的水 大约能填满28.7个 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如此庞大的一艘船 却只有一项使命就是充当战士机场 里根号与过去的尼米斯基航母的最大差别 在于水线以下的设计 最重要的一项改进就是球状的舰手 这是目前各国很多舰船的特点之一 在里根号上采用这种设计为的就是增加福利 对于飞机的起飞和返航 这种设计可以使舰手在上下颠簸的情况下 上扬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 总体来说 美国的里根号作为核动力航母动力充足 持续续航能力强 生活空间大 发射武器的速度要快 数量更多 这种种原因正是其使用目前最强大的航空母舰的重要原因 感谢观看